塞德克巴莱备受国内外的主物 不过帮他操刀3D预告片的这间公司也是台湾之光 背后的这一家设计团队 是一家资本额不超过5000万的动画公司 不但获得魏德胜的青睐 包括像是电影《痞子英雄》 《杀手欧阳盆栽》等等 3D预告片的制作授权 通通都是要找他们来帮忙 现在就连好莱坞的片商也找上他们 变成了台湾3D动画的名誉之星 塞德克巴莱还有杀手欧阳盆栽 你以为这些都是好莱坞技术吗 其实不是哦 他们都是made in 台湾 而且这个工作室还隐身在台大校园 走进隐藏在台大校园的实验室 要到达六楼怎么按都按不上去 还得要有验证卡才能通往神秘的实验室 不过走进台湾最高技术的3D电影动画工作部门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 就是说那个深度还要再调整吗 办公室里面有电影院真的没看错 不过像是 塞德克巴莱匹茨英雄还有杀手欧阳盆栽 最红的国片都是这个团队用的3D技术 我们在洽谈阶段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trailer就是预告片 他们都很开心就原来不用跑到国外 然后耗费巨资去制作这样的东西 原来我们在国内也有办法 好莱坞的3D技术一开始就以双击当作是左右眼的拍摄手法 但是因为高成本高技术台湾或是亚洲地区的片商负担不起 现在台湾技术自己研发以2D转为3D的模式 再用数据和有技术的算出景深再转化成为3D电影 好处就是成本低也不需要繁复的拍摄过程 2分钟的3D预告短片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 40多年的团队以价格打出市场 像是外商转换3D电影 1分钟可能要3万美元 但是台湾只要1万美元 现在已经有好莱坞厂商洽谈合作 而且技术已经超越印度和大陆 在香港和比利时也都闯出名号 因为赛德克巴莱的3D预告片 现在各国片商寻求最新的技术 台湾3D产业终于够上了边 另类台湾之光 还需要民众买票累积票房 让3D技术可以走向国际 中央林转罗派与台北采访不到